在种类繁多的综艺节目当中 很多观众最喜欢的那孩的是老牌综艺 比如跑男可以说是档下最长寿的综艺了 每年只要节目一开播 收视率就会自动上涨 每次都能拿下收视冠军 从开始到现在 跑男也是有着很多变化的 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嘉宾阵容了 和之前比起来完全可以说是大换血 在这次的奔跑吧生态片 开播之后 老成员只剩李晨和郑凯冲上了热搜 从观众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还是非常感慨的 在跑男这档综艺的观众群体中 有很多观众都是从第一季追到现在的 特别是对这些老粉丝来说 看到老成员一个个离去 心情还是相当难受的 即便是对中途观看的观众来说 这个换人的速度那也是相当快的 说句难听话 节目能保证两季的常驻嘉宾完全一致 这就已经算是相当难得的事情了 这一季的嘉宾阵容虽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少了baby多了张真元 这个变化也不算小 除了嘉宾阵容之外 节目模式也是发生了改变 在以前的时候 每年只有一季节目 观众看的一点都不过瘾 现在不一样了 每年除了正片之外 还会有一个特别季 观众可以说看得更爽了 从奔跑吧黄河片到奔跑吧共同富裕片 再到奔跑吧生态片 可以看得出来 节目组是非常懂选题的 在这个人们的素质和各方面一时普遍提高的时代 正能量的东西越来越受欢迎 跑男每年都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艺片 这样的操作还是相当全粉的 一档综艺节目能够把自己擅长的部分和工艺结合在一起 这是相当难得的 跑男能够在保证了正片的品质之后 每年再做这样一个正能量的特别剂 真的值得敬佩 这次的名字是奔跑吧生态片 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是保护环境 保护自然的主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年的天气和小时候有非常大的区别 尤其是对七十后八十后九十后这一代的人来说 感触肯定是非常深的 正是因为经历了环境的变化 这才越是意识到了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在跑男的特别剂当中 观众可以跟着明星的镜头去领略大自然的风光 当你看到这些美景之后 心里自然是有所感触的 其实跑男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只需要做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当然正能量的主题非常重要 节目的娱乐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档综艺只有正能量没有娱乐的时候 那就会变成非常无聊枯燥的科普综艺 一旦观众觉得无聊 那宣传保护生态的效果就达不到了 保护生态这一主题已经相当高大上了 要是娱乐部分也给力的话 那节目将会非常精彩 看了最新一期的节目之后 我觉得这期节目绝对是值得一看的 娱乐部分很有看点 孟子艺的嗲 张真元的高光让这期跑男彻底封神 第一 孟子艺 自从孟子艺翻红之后 这两年接到了不少的好资源 话说 孟子艺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那还是相当让人喜欢的 一方面 孟子艺在外形方面相当出众 颜值高深才好 站在那里就很养眼 另一方面 孟子艺没有情商的性格非常圈粉 在这些年的综艺节目中 孟子艺经常会因为自己的说话和行为 逗笑观众 在以前的时候 孟子艺经常会因为自己的没脑子 而被骂上热搜 现在不会了 当所有人都知道了孟子艺这样的性格之后 反倒是非常喜欢她的这些真实 大家都知道 孟子艺的说话是非常嗲的 当然 孟子艺就是这样说话的 并不是故意发嗲 听到孟子艺嗲嗲的声音之后 你会觉得非常可爱 在本期的节目中 孟子艺在游戏中嗲嗲的说了一句 你是捣蛋鬼 可以说是笑风众人 听了孟子艺这句话之后 杀义 范诚诚等人都各种模仿 不管是谁玩这个游戏 后面的人都会学孟子艺那种嗲嗲的声音说 你是捣蛋鬼 看到杀义和范诚诚缩住脖子发嗲的样子 我真的是要笑到喷饭了 别看只是一个简单的小互动 但搞笑程度绝对是可以称之为本期最佳的 当然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孟子艺 因为他就是那样子说话的 而且也开得起玩笑 说实话 孟子艺的性格大大咧咧的 他是能开得起各种玩笑的 正是因为孟子艺能开得起任何玩笑 大家才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拿他玩梗 这要是换一个人的话 那还真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毕竟不是谁都能开得起玩笑的 第二 张真元 在时代少年团当中 张真元的发展还是相当不错的 在芒果今年重启的 全员加速中 综艺节目中 时代少年团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不过 要说表现最好的 那必须是张真元 因为张真元在这档综艺中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高智商和运动能力 以至于圈了很多粉丝 有不少观众都表示 因为这档综艺而喜欢上了张真元 这次张真元能在跑南 做常驻嘉宾 这真可谓是抓到了一手好牌 在这期节目中 张真元一共有两次高光 可以说彻底出彩了 首先 手速快 这次有一个单手抽卡片的游戏 嘉宾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快速抽出一定数量的卡牌 这个游戏是非常考验手速和心态的 真没想到张真元的表现会这么好 张真元一次挑战成功28张卡牌 最终用17分33秒 这个游戏的时间限制是8分钟内 其实按照这个手速来看的话 再多个两三张也是能成功的 从张真元这个速度 反应 冷静的心态来看 他还是相当成熟的吗 其次 柔韧性 这次还有一个体前曲百积木的游戏 这个游戏 是非常考验柔韧性的 在这个游戏中 张真元的表现依然相当高光 非常轻松 就完成了8块的成绩 实话实说 我觉得张真元还没有使出全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张真元因为刚加入跑男团 他还是有点放不开的 如果 要是和大家熟络之后 张真元能够彻底打开自己的话 我相信他是会挑战9块的 当然 从张真元挑战8块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有人帮助一下 还是能完成9块的 从这个游戏 可以看得出来 张真元的柔韧性真的太好了 可以说是跑男团中最好的一个 虽说只是一些简单的小游戏 但张真元的实力 可以说是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 从张真元在这期节目中的表现来看 我觉得他和跑男 这档综艺还是相当适配的 作为最年轻的一位嘉宾 张真元的运动能力 绝对是可以接棒李陈正凯这些老人的 在现在的跑男团中 其实是缺运动能力好的嘉宾 张真元很合适 真心希望下一季的正片 依然能有张真元的身影 我觉得他是可以为节目增添色彩的 奔跑吧 生态片正在热播中 随着baby由于参加风马秀原因 也是退出了节目录制 不过 他的离开 却意外成就了这档节目 虽然这只是生态片 但依然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 而近日有一份奔跑吧 2024 嘉宾名单在网上传出 从爆料出的名单来看 范城城周深退出常驻 王宝强回归 此外还有三位全新嘉宾加入 常驻嘉宾分别是李晨 郑凯 沙翼 白鹿 王宝强 柳妍 黄才伦和张真元 李晨 郑凯 王宝强 是这档节目的元老嘉宾 李晨与郑凯 两人更是从手机开始 一直没有缺席过 王宝强则是手机的常驻嘉宾 而在第二季节目 他便退出了节目录制 后面只是 以飞行嘉宾身份回归 参加过G7节目 过去G7中多次网传 他会回归 但最终都没有出现 如今这档节目的元老嘉宾 也只剩李晨和郑凯两人 王宝强估计更难回归 沙翼和白鹿泽是后来在邓超 陈鹤 陆寒等人退出后 补未进来的常驻嘉宾 齐白鹿最先参加的是 《奔跑吧!黄河》片 由于在节目中与秦潇贤两人 将特别记节目带到了新的高度 他也成为了常驻嘉宾 柳妍 黄财伦和张真元则 是新加入的常驻嘉宾 其中张真元目前正在参加生态片 虽然目前生态片仅仅只播出两期 不过他却贡献了很多名场面 也有不少网友希望他能够成为明年常规节目的常驻嘉宾 柳妍则是之前以飞行嘉宾身份参加过《奔跑吧!》 他对于这档节目也是非常熟悉 在《卑鄙》因为风马秀原因遭到封杀后 柳妍能够成为常驻嘉宾 网友们也是非常支持 不过 更多网友更希望生态片前两期的飞行嘉宾孟子义 能够成为常驻嘉宾 虽然他是飞行嘉宾 但他贡献了很多笑点 也成为了新团宠 因此网友们才会这样呼吁 范诚诚是通过男团出道的艺人 他加入《奔跑吧!》 后完全放下了偶像包袱 经常被网友称为显眼包 不过他确贡献出了很多名场面 他未出现在名单中挺意外 除过他之外 近两年新加入的周深也是没有出现在名单中 周深是目前内的非常火的歌手 有他参加的节目收视率都非常高 而他目前已经出现在多档音宗节目的《你妖嘉宾》名单中 他退出对于这档节目而言 肯定会失去很多观众 除此之外 每期的主题和《飞行嘉宾》也曝光 第一期为《航太》主题 飞行嘉宾为宁李和赵金麦 第二期主题为《熊猫特辑》 飞行嘉宾则是陈赫 黄晓明 侯金剑和郭俊辰 陈赫是这档节目的元老嘉宾 他与邓超两人也是贡献了很多名场面 而且陈赫作为脑力担当 更是经常掌握全局 如果他回归参加节目 完全可以把常驻嘉宾玩弄在掌心 第三期主题则是两岸文化 飞行嘉宾魏武锦言 王耀庆 祖司和陈伟廷 第四期主题为华与情歌大作战 飞行嘉宾 全是歌手 他们分别是徐家营 孟会员 尚文杰 吴建豪 玉可为 陈家画 王承炫和陈立农 第五期主题为中俄友谊赛 飞行嘉宾魏朱洁静 任紫薇 朱亚文 韩聪 宋宇齐和依依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与俄罗斯有关的艺人 第六期主题为和平主题 飞行嘉宾魏朱亚文 任紫薇 李光杰 宋宇齐 谢依林和米 第七期主题为童话世界 飞行嘉宾魏陆涵 严明熙 周东宇 王嘉宇和孙真妮 第八期主题为外贪迷案 飞行嘉宾魏王祖兰 李斯丹妮 陈晓云和孙宏雷 第九期主题为歌剧特辑 飞行嘉宾魏于义 阿兰 谭剑刺和王义景 第十期是跑男家族与开心麻花的对战 开心麻花的嘉宾分别为沈腾 玛丽 韩云云 杜小宇 魏祥和刘思维 第十一期主题则是拳皇 邀请嘉宾多达二十人 其中包括李斯丹妮 黄博 张洛云 范诚诚 于书星等人 第十二期主题则是十周年特辑 飞行嘉宾魏邓超 杨迪 范诚诚和于扬 单从飞行嘉宾来看 网季常驻嘉宾邓超 陈赫 陆涵 王祖兰等人都会以飞行嘉宾身份参加一期节目 可惜 机人未能一起参加 来看